看首相究竟是看左手还是右手呢 有人说男左女右 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男左女右这个说法 其实呢只说对了一半 男看左手是看先天的 右手看的指的是后天 在古代的话 平均人的年龄在70岁左右 所以呢就有人生七十古来西的说法 那么咱们以70岁位积数 那么他的一半就是35岁 因此准确的来说 35岁之前男左女右看先天的 35岁之后男右女左 看自己后天的努力的 或者双手对比起来一起看 好的咱们长话短说 接下来给粉丝看一个手相 这个粉丝是个女孩子的手相 整体从他的手相给我发过来之后 他的手相整体看起来非常的饱满 然后这里边有这种凹陷的地方 看到没有 然后这旁边有这种突出的地方 这都属于财气 这个手相是一个很 很招财的 很纳财的一个手相的财气 从他的感情上 感情线上来看的话 然后一点的连接到他的智慧线 连接到他的生命线 有一点像手文里边说的 一种手文叫断手文 这个断手文呢就是男的有 男生有断手文的话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不是天才就是蠢财 就是女生有断手文 只能说证明 女生 他这个心 比较狠 比较 怎么说就是 牙齿必爆那一种 如果说你敢得罪了他 那他肯定要 记在心里边 所以家人们 遇见这样的女孩子 千万不要去 伤害他 他可是那种 心比较狠的 牙齿必爆的那种 智慧线还是挺清晰的 智慧线 整个智慧线挺清晰的 一条纹路 然后我着重说一下 他这个生命线 他生命线 就小时候吧 然后到现在 感觉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 但是他生命线到后边 越来越 越来越 越小 越来越 越暗了 越浅了 这个东西不是说 就是生命线短的人 然后他就活不了多久 这个生命线指的是 你身体状况 可能在某个年龄段的话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要在中晚年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个人的身体情况 多去做做体检 检查一下 会好一点 今天这个首先的讲解 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说你对你的手腕 有什么困惑 或者不理解 或者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我这个抖音号 我会在这里 给大家一对一的讲解 感谢大家的关注 就是咱们通过一个人的手腕 可以看出他一个人的运势 以及未来运势的发展